我们今次是看启示录七章第八章 但我首先给大家看看第六章尾 在第六章讲到关于七印 但现在第七印还未开 现在只是讲到第六印而已 讲到第六印有什么发生呢? 讲到地大震动 大家看到了 日头变黑 满月变红 上血 星辰聚落于地 然后天被挪移 好象是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第一件事就是整个天性的改变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什么呢? 在祂降临之前 日头变黑 月亮变不放光 星辰亦是天上聚落 与这里是很相似 不过这里就说 满月变红脏血 那里就说不放光 到底不放光和变红是否一样的东西呢? 即是类似的东西呢? 即是红到没什么光出来 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 星辟来又一样 天被挪移离开 好像书卷被卷离来 亦是更加严重的 耶稣说的那时候 天直接什么都 好像卷了去 走了去 所以这一段经文所说的 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末日的景况 因为整个天都没有了 然后山岭海盗 就是挪移离开本位 那挪移离开本位 到底是直接失踪呢? 或者是香港去了俄罗斯那里 哪里搬了位呢? 因为大家可以想像看一部话剧 做过话剧 一转幕的时候 嘘嘘声那些都走出去 到底是全部失踪了? 还是转了位呢? 就是天都没有了 到底还有没有地呢? 但是因为天都没有了 所以很大可能 这里是讲到末日的 就是在这里 但是后面更加肯定是末日 为什么呢? 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父户、藏士同一切 一切 所有 围奴自主 围奴就是做人奴隶 自主就是自己有主权的 即是包括全部人在内 一切 围奴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 越向山和岩石 堵在我们身上 将我们藏起来 躲避寶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躲避他的面目 我们在《春安革记》33章 就看到神的面目 因为当时摩西求见神的荣耀 神就说 你可以看我的背 不可以看我的面 因为任何人看到我的面 是要死的 他就说 我建了一个山的垃圾 你就站在里面 我走过去用手按住你 那神是否一只手 这个就是神用他的方法去表达 到底是怎样 我们不清楚 我一走过去就有个背 神有个背 有个前 到底是怎样 这可能是他最强的荣光 和没有那么强的荣光 我的背就让你看到 前就看不到 因为任何人看到我的面 就要死亡 没有人能够见我的面 所以这里 他说 躲避寶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 到了谁能站得住 所以这里很清楚 是他要面对神的面目 和神的愤怒 所以这个 是很明显的末日 他面对神的面目 面对神的面目 是任何人都要死 以及神的愤怒的大日 圣经重复说这个日子 是一日 就是一个日子 耶稣要回来 所以这个经文 是很清楚说到世界末日 将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第六章已经说到末日了 为什么第七章又回头呢 因为第七章说的情境 有很可能是地上的 为什么地上呢 七章 我们大家看这个经文 讲到呢 首先呢 就是 我讲一讲 稍后再回到那里 那里就有 我看见四位天使 站在地的四方 执着地上的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和树上 到时呢 这个风到底是指 真普通的那些风 还是指 其他的风 圣灵的风 什么风 如果是真的 普通的风 即是到时呢 我们会在一个极之 很悴的状态 因为是没有一滴风的 那个时候呢 全世界没有一滴风 然后呢 就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出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向那德权兵 能够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那这四位天使是谁呢 下面 黄色那里有写着的 启示录第八章 第一号 双地 草 树和草 地和树呢 就双三分之一 草就烧了 第二号 是海的三分之一 第三号 就是江河 和种水全员的三分之一 有很多人喝了水 就死了 第四号 是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所以这里呢 是有地和海 也有河和日月星 但是上面这里呢 第二节这里呢 就是说到 伤害地和海 所以这个应该是 说回这四个天使的 因为它说到四个天使 而接着这四个天使出现 所以这里是说回 这四人 一二三四人 就是 对不起 一二三四号 就是伤害地和海 和水和日月星 那么它简略地说 是说到伤害地与海 这四个天使 就说 地和海和树木 你不要伤害 应该有个应该的意思 就是说 不要伤害 等我印了 神的众仆人先 等我印完呢 那你就伤害了 这样的意思 因为后面就真的伤害了 等我们印了 接着呢 就印了那十二个支派 那如果印了十二支派 就是说呢 地和海要被伤害 让我印了神的众仆人先 那就是说 他们仍然在地上 对不对 如果天上 那需要先印了吗 就是印了他们先 然后伤害地和海 那印了为什么呢 第一他属于神 这个必然 第二是否代表保护呢 这个可能是保护 其实我们尽量 启示录里面说的东西 我们尽量去记住 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你读的时候记住 说到印了 到底这个印 只是一个印 还是有保护的作用呢 那很大可能是保护 那到时我们就会发现 我看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启示录有些事情我很肯定 但有些事情我是不肯定的 但我在脑里面记住 到时一应验 我就知道发生了 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的心态 不要读启示录 或者世界每日 有些人的心态是怎样的呢 我有一套整传的计划 有些人会这么说 肯定 他用一个比喻跟我说 他说 你肯定是男人 你肯定是男人 那圣经那些是不是肯定呢 我说圣经有很多事情肯定 不过圣经有些事情 是没有说清楚的 比如那些兽 七头十角兽 是读得怎样的呢 我们不知道的 那不代表我们不肯定神 只是神没有说完 神没有说完 我们就没有肯定 这一点非常重要 神没有说完 我们不要硬硬去肯定 当我们肯定的时候 他就有一套很硬硬的一个系统 他就觉得 全部人都要跟这个系统 不跟呢 你就是不跟圣经 那这个其实呢 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因为他是用人意去确定的 我们不是用人意去确定 我是 你留意我真的每一个字去看 重点的字去看 印了 到底印是什么 还有我说这个在地上 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天上还需要印呢 那当然在地上 现在要伤害地和海了 所以要印要保护他们 OK 好了 那我先去到这里 启示录第六人 就已经说到 是神 和羔羊的愤怒 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为什么第七章 又会去回地上这帮 神的众勃人呢 答案就是 其实你看启示录 你发觉重复说到末日的 那我有一堂已经说了 他是好似 若寒在天上 他看到异象A 一又看到异象B 又看到异象C 就不代表异象A之后有B 有C有D 未必是这样的 只是说他看到不同的角度 看到没人 这个我觉得是最合理的 但有很多人是否定这件事 他是没有去留心看那些字眼 字眼明明说到神愤怒的大日 为什么还有三年半 都没有说几多出现 还有三年半在地上 那怎么会是神愤怒的大日呢 所以他们变成了很多经文 他们就不会很详细看 他们只是有一个观念 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启示录 很多事情发生 不过到19章才是耶稣回来 但其实重复说要看到神的面目 所以我们每一个字眼都要留心 好了 这里讲到就是说 我们看看这个字眼 第三节 地与海和树木 你不要上去 让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伯仁的牙 然后接着印了多少 十四万四千 问题就是这些伯仁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会说 因为呢 在后面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这个是有个在wikipedia Messianic Judaism 就是什么呢 就是信耶稣基督是尼塞亚的犹太教 Messianic 就是尼塞亚的犹太教Judasim 就是说是犹太人 他就信尼塞亚已经来了 在2012年的统计数字 美国有175,000至25万的犹太教堂 有这么多基督徒 然后在以色列有多少呢 是1万至2万的基督徒 是2012年 所以他们就说全世界可能有35万 那是不是全部信耶稣 真的信耶稣 不知道 我不肯定 但是呢 即是说2012年 已经有35万的以色列人 可能信耶稣 还有很多世代 耶稣的时代 有很多的门徒信耶稣 传福音给犹太人 也不断的世代 是有不同的人信耶稣 现在2012年到现在 尤其Jews for Jesus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机构 Jews for Jesus 特别是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 这个机构是很活跃的 所以 这个数目是应该远超过144,000 这个数目到底是真的只有144,000 其实144,000的数字是很小的 现在全世界基督徒的数目是以亿计的 但是他那里得14万的数目是非常小的 所以很大可能 这144,000 并非是一个真实的数字 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 那为什么会是代表性呢 就是因为他十二支派 12乘十二就是144 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不过不要紧 总之的意思就是 以色列人中有很多人得救 那是不是144,000 还是多少万几千 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 那我们只是尽力救多些犹太人 就是是不是真的要144,000才可以呢 有时候有些人很坚持这个数字 就是是不是真的要144,000呢 好 那我们就看回 这个经文说 印了神的众部人 有些人就说 不是所有信耶稣的犹太人 是侍奉神的犹太人才是 比如他说 这个伯人是指侍奉神的那些 那我现在就回答他了 其实我每一个答案 我都一定用圣经去查 我真的去查这个字 那这个字呢 伯人这个字 在希腊文就是Doulos 就是当日来说 就是奴伯的意思 奴隶 就是圣经里面 是用这个奴隶的名字的 耶稣说到 那个伯人 主人要回来 那个奴隶 也是Doulos 那个伯人就是Doulos 好了 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作你的用人 你们中间谁愿为手 就必作众人的伯人 那这里是不是就是说 你们谁愿为大 就一定要做传道人呢 因为是指服侍人的人 从经文的意思 就似乎不是说 你们谁愿为大 就要做传道人 他们有些人会这么说 那十四万四千 只是传道人而已 那是不是只是传道人呢 看上来 谁愿为大的 就要做你的用人 谁愿为手 就作你的伯人 就是说 我服侍人 这个意思 应该很大可能性 就是说到 愿意服侍人的人 就是神的伯人 就是有这个服侍的心 其实所有基督徒 都是有服侍人的心 接着马太二十四 其实二十四五章 都说到伯人的 二十四章说到 耶稣回来 接着二十四章 最后就说到 有些是有忠心 有见识的伯人 他们就预备好 等主人回来 有些又是以为主人要迟言回来 他们就没有预备好 那那个伯人 是不是只是说传道人呢 就是耶稣回来 是不是只是传道人 有和了呢 因为那些没有做本分 因为所有基督徒 其实在马太二十四章 耶稣回来 在尾二十四章 尾又说到伯人 接着马太二十五章 有三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 很清楚是说到伯人的 五千二千一千两 是三个比喻 而这三个比喻 到底是不是三个都是传道人呢 这里说到 那一千那个 他就把那一千的比喻 卖藏在地里面 他就说他是有恶有难的比喻 他说你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念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级兑换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碗带来收回 那这个可能是说什么呢 是说奉献 就是奉献呢 他们可以连碗带来收回 因为你的奉献 会带来一些果效 对你来说 就好像你收回那些利息 这样的意思 就是你不去做 你自己奉献去支持 那这个是不是指使奉神呢 我就觉得 由这些经文看上来 就不是说到只是传道人 是说到真是信耶稣人 就会是众人的伯人 所以呢 所以不要伤这些伯人 就是要认了我们神的众伯人的额 应该是指到凡是信耶稣 跟从耶稣的犹太人了 圣经说的信 不只是投入信的 有些人以为是这样的 总之说信耶稣 那些就是真基督徒 这个我是否认的 真基督徒一定是跟耶稣有关系 有生命的关系才是真是基督徒的 所以这里讲到的人 应该是讲到真信耶稣的人 好了 这里七章四节开始 我们就不读 就讲到就有十四万四千人 这里支派上 它就有少少不同 特别的地方 首先就是没有了但支派 第二就是约瑟 我们知道约瑟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 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在马拿西和以法廉 但这里只有马拿西没有以法廉 有些人就认为 但和以法廉因为他们扮偶像 所以就没有在这里 我又会想 其实很多支派都有扮偶像 不只是他们两个 是不是他们扮得比较劲一点 或者是 这是一种的解释 是不是绝对肯定一定是 我不肯定 我就会说 其实没什么所谓 哪个支派有 哪个支派没有 是不是最重要 都不是最重要 因为神会知道 谁是得救 是否但支派一个都不得救 不一定是 这可能是指出他们的特别问题 我只是说有人这样解释 我让大家知道有这个存在 也可能是对的 这个我不否定 我只是说有可能是 没有肯定的证据 因为圣经是没有肯定的证据 说出这个东西 然后是第二群人 第一群人是在地上的 为什么呢 说到要伤害地和海 之前要印上神的众部人 所以那些神的众部人 应该还在地上 所以在地上 然后又说第二群人 那个次序大家有个图画 首先就是第六人 然后第七章就说到两群人 然后就跟着说七号 那到底为什么加插这两群人呢 有些人就说 这两群人是被提的 已经被提了 教会被提 但是我就会说 被提的次序 我们由 《贴纱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哥伦罗尼加前书》第十五章 《弗洛比书》三章 很清楚是耶稣回来 大灾难之后 并不是之前的 这里说到这里有教会 后来没有教会 但后来又说到圣徒 那些人说只是犹太人 但是 保罗在每一封书信 差不多称呼他们做 在以弗所的圣徒 那些不同地方的圣徒 所以圣徒并不限于以色列人 所以 是说 以后没有提到信耶稣的人 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 好了 这里说到这群人 就有特色 与之前的群人不同 其实在启示录里说到三群人 最后当然有最大群人 就是神的 羔羊的婚言 那里有所有基督徒 在这里前面有三群人 第一群就是以色列 十四万四千 第二群人就是这群的很多人 有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有第三群人就是在石安山上 羔羊去到哪里 他们跟着他 那里有三群人的 那我们稍后再去到 那第三群人 好了 说到这个 这里的许多人 他就看到很多人 没有人数过 从各国 各族各方 各民各方 暂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首拿中树枝 大声陷入说愿 救恩归于座 宝座上 我们的神归于羔羊 在启示归于羔羊 在启示归于羔羊 在启示归重复出现 第四章第五章 第四章就是说到重赞 荣耀归于羔羊 第五章 又归于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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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羔羊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否认耶稣的神圣 但是在启示归第五章 很清楚把羔羊和羔羊放在一起 而羔羊很清楚说到 是曾被杀的羔羊 所以 所说的是基督 因为耶稣是受 神的羔羊 除于世人罪业 所以这就是说到基督 这里也有这个句子的构造 不过这里就是说 救恩归于神 和归于羔羊 所以第五章 大家可以用来用 去向一些人证明耶稣是神 因为说到 荣耀重赞 这两个很重要 荣耀不会归给天使 重赞不会归给天使 但是荣耀重赞 是会归给神和羔羊 所以很清楚 羔羊也是神 这里说到什么呢 他们在这里 债美神 将救恩归于 宝座上的神 归于羔羊 众天使 都在宝座 和众长老四回物周围 在宝座面前 面伏于地 敬拜神 就说 阿门 仲赞 荣耀 智慧 为感谢尊贵 权并大能 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这里说到 就是很多人在天上 然后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在下面就有说到 就说到有个长老 就问 有寒 他就说 你知道 你告诉我 他就对我说 这些人在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经用羔羊的血 将衣裳洗干净 这个大患难 在希腊文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比较难看得到 这里 所以这个 ak out of 这个th thris facil 这个就是tribulation 然后theismagales 就是the great 是大灾难 不是普通灾难 他这个字 ps thrispacil ok 就是大的灾难 就是说 圣经很清楚说到 耶稣说 以前没有这个灾难 以后也没有 所以 这里说到 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 应该说到是末世出来的 而那个经文是说到 out of act 如果说之前 可以用两个希腊文字 pro 或者print 但是他没有用这两个字 他是用out of out of 就是在中间出来 不在大灾难之前 因为有些人就说 他们不用经过大灾难 教会不用经过大灾难 他就已经被提了 但是他说在大灾难之中提出来 其实那些次序 之前已经有末日了 从这里才讲这班人 就是好像他说完那样东西 耶稣回来 这个神的愤怒大 然后就说这班人 在大灾难中出来的 就是说他们经历过大灾难 所以这班人在大灾难中出来 圣经就除了在高阳的婚言之外 是没有说到那些 不是大灾难出来的基督徒 就是没有一群 没有形容到一群这样的人 虽然我们会在天上 但是呢 就是那些大灾难 就是启示录好像集中在这个大灾难 所发生的事 和末日所发生的事 只是说到在大灾难出来的人 他们有羔羊的血洗干净 在宝座面前侍奉他 不再饥不再喝 羔羊必牧养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必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所以他们在大灾难中出来 总之呢 启示录第七章就讲到这两群人 讲这两群人之后 第八章就开始讲到头四号了 其实我想大家有个印象 第六章讲到六人 第七章讲到这两群人 第八章讲到初头那四个号 揭开启示录第八章一节 高阳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直静若有疑刻 在天上忽然间静了 就看到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支号赐给他们 所以七印一开就是七号 我找一个图代表 这些是图画 七个印 然后一开的七印 第七印就是有七号出现的 所以七印七号七雷七腕 其实很大可能到后面都是末日 就是他们是重复用不同的角度 不过是有不同的 什么不同呢 七号讲的灾难 是三分之一的人 在七印那里就讲到四分之一的人死 在七号就没有讲到多少人死 不过是讲到三分之一被毁灭 我想问大家 四分一大还是三分一大 是 好 这些数学还记得 三分之一是更大的 所以这里是讲到三分之一的地和天都受影响 到七本的时候 是全部毁灭了 海和水全部毁灭了 所以是有一个程度的不同 那为什么overlap有程度不同呢 我们不懂得回答 我只是说圣经是这样说 我就知道这么多 我到时就看看如何应验 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的心态 就不要硬硬 硬硬我有个结论 好了 说到第一号 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这个号就在原文叫selpix 就是trumpet 那个字 trumpet未必是现代的trumpet 因为可能是旧弱的号角 有冰箔和火参着血 有火有血 在冰箔那里吊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就烧了 一切的青草都烧了 其实这个影响很大 如果第一讲 global warming 普世的加热 食物 小鳥 不同的东西 其实全部都很受影响 这个我们都很难想象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我就比较之前 在第四孕的时候 就是说到四分之一的人死了 用刀剑饥荒瘟疫 所以有些人说 现在已经第四孕了 我就说不是 因为没有四分之一的人死 现在死的人没有那么多 还有呢 后面我又比较到第十六章 那里讲到第三碗 第三碗是全部的 那些江河全部变了血 所以是有不同的 这个 蚝就是三分一 碗就是全部 印就是四分一 好了 接着第二号 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 涌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这个 火烧着的山是什么 有些人不同的估计 有人估计是有那些叫 Asteroids 中文叫什么 Asteroids 就是天 暖星 暖石 有些很大的 不是一粒小石 是巨型的 就是整个 整个粥那么大 整个大石飞下来 在本空已经烧了很多 不过 烧剩很大 下来的威力 是比很多原子弹更大 到底这个是不是 有人说 这是有人说的 2029年 是有一块很大的隐石 会撞落地球 是不是真的 不知道 不过我只是说是有人这样说 我们尽管了解 是不是 2019年 这个是世界末日 这里说到未是世界末日 这个暂时未是 第七号是世界末日 这是第二号 这里说到 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真的有银石 第二个可能性 是什么呢 原子弹 好像大山 扔下来 核子弹 什么都好 总之 就是 到底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到时才发现 而有什么影响呢 对于啟示录 有不同的解释 有些人 就会用 全部是literal 就是什么都是literal 就是照字面 有些人就 什么都是figurative 有些什么都是figurative 那他就说 海啊 什么船啊 全部代表教义 就是教义全部毁坏 不过这里我就觉得很难说 什么都叫教义 因为为什么有海 海中的活物和船 就是说得这么清楚的 应该是指实质的海 和实质的生物和船 就是说到时三分之一的海 和海里面的生物和船 都会被毁坏 而 《啟示录》十六章 第三节 就说到第二碗了 第二碗呢 就是说到 全部的海 变成了血 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 全部死清 那时候我们也不用想 有没有鱼吃 就是不用想 也不要紧 其实 如果很快接上天 那就接上天 不是神有祂的责任 祂会做好 应该我们保护我们的地方 或者我们都 总之 活着也好 不活着也好 也不要紧 所以在《啟示录》 我希望有一个心态 我也有一个心态 就是在《啟示录》的时候 就是活有的灾难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完全依靠神 如果不是完全依靠神 根本全部都没有希望 因为世界都变了 水也没有 鱼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那你还有什么呢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 到七碗 基督徒就没有了 但是没有证据 只是觉得这些是 是《啟示录》 就是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 基督徒应该不用面对 但是神也可以用方法去保护 就是没有经文去支持 我们就会随去愤怒 接着是第3号 《啟示录》8章10节 就有烧着的大星 像火把落在天上 从天上来 先说大山 这个大星 到底是否隐石 是否这个呢 不知道 这些地方 我们说不知道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有些人觉得不行 你不能够不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 那我就说 圣经没有说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是没有错的 我知道圣经有说到的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有些人很清楚 得救是怎样得救 怎样清移 怎样行为 怎样跟从神 是很清楚的 这些是非常清楚的 完全没有质疑的 耶稣会回来是很清楚 天堂地狱是很清楚的 但是实质上 这颗大星是什么星 我们不知道 是真的隐石 还是核子弹 我们不知道 它就好像火把 你看这里有个图 有个火把 在天上下来 又可以银石 又可以飞弹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种水的泉源上 这个星叫殷尘 殷尘就是毒 水的三分之一 就变殷尘 因为水变苦 死了去多人 即是水的三分之一 都没有了 而在启示六十六章 第四节 就说到第三碗 就是水变了血 所以根本就没有水喝了 然后呢 第四号 就说到 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神的三分之一 都被击打 以至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黑暗尿白 就是三分之一 没有光 夜晚也是 黑夜也是这样 即日夜也是三分之一 没有光 到底三分之一 就是说 那些光度是三分之一 没有三分之一 还是三分之一的时间没有光 我又觉得 多些可能性是 是光暗了 亦都可能是缩短了 即是又暗了又缩短了 即是这是一个推想 这个不肯定 我会说这是一个推想 我们很肯定一件事 什么是推论 理论 和一个fact 什么是fact 进化论 是一个理论 因为它根本没有看到进化 而实际上 由老鼠变成猿猴 是中间没有任何的化石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他不说这些东西 由老鼠变猴 因为所有的 哺乳类动物 根据进化论 都是由老鼠变出来的 但老鼠变成猿猴 猿的脚是向前屈的 老鼠是向后屈的 中间应该有一些很奇怪的进化的过程 但是他们完全找不到 他就说 有个推论 是变出来的 这个只是一个理论 我们知道这个是理论 所以对于启示录的解释 有些是理论 有些是fact 有些是真实的 那这里有什么fact 我知道一定很大委坏 这个一定知道 这个是事实 三分之一委坏 我们知道 这个是事实 但是到底星和山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 到时我还是不是生存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不要紧 总之我们有神 就是最重要了 好了 最后就有一个鹰 飞在空中 并听见他大声说 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 吹了四号 就有三个号 住在地上的门 和哉和哉和哉 有些人就说 现在开始是和了 所以基督徒又会避体 那叫和前 路前避体 有三种 我所相信的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们通常叫他灾后被提 但我就不喜欢用灾后 因为灾后和耶稣降临 有没有空间 我不知道 应该是很短的 因为马太24章就说到 灾难日子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 月亮都不放光 然后人子的兆头显在地上 万俗都要哀哭 然后人子有大能力 有大荣耀从天上降临 因为我看那些次序 不断地看 我看到在大灾难之后 但在大灾难之后 到那天是否仍相隔 有那么多时间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被提是 耶稣回来那一阵 所以我喜欢叫他做什么呢 是耶稣降临那时候 我们被提 灾后也可以是 有很多人就认为灾前 灾前的理论 主要来说就是 启示录初头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第七章 就讲到那些天上的人 之后就没有再讲了 所以他们已经被提了 已经被提在天上 所以他们的理论主要是这样的 还有有些其他经文 在普世人受灾难的时候 你们就免去这个灾难 但是是否被提呢 圣经没有讲到 灾中被提就讲到 其实灾中被提 就是在敌基督 开始出现的时候 就被提了 意思跟灾前被提差不多 有些是路前被提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基督徒就会被提了 但是圣经是没有支持到 为什么呢 马太24章29节 那时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你们有看的人 只有能力有大荣 要嫁着天上的魂降临 是这些灾难过了才是 在启示录八章 那些灾难未来 并不是灾难之后 所以耶稣在大灾难之后 并且我之前有讲到的 就是高林德前书15章 是讲到 在毫童末次出现的时候 死人要复活 然后活着的人 就和他一起改变形象 就变成不捞坏 又变成不死 死就被得性吞灭 即是在毫童末次出现的时候 基督徒就会变成 不会毁坏 不会死 再没有死亡 而改变形象 在弗洛比书三章二十二一节 就讲到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改变 好像耶稣一样 所以在高林德前书15章 如果你很熟悉 你看我跳来跳的经文 你就会很有印象 我再讲一次 可以清清楚一点 临前15章 讲到 基督徒会改变形象 不再有扭坏 不再有死亡 弗洛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是讲到 基督徒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会改变 好像耶稣那样 有荣耀的身体 贴受人家前书四章 是讲到 在耶稣降临的时候 死人要复活 基督里的人 死了的人就会复活 接着 我们活着还传流的人 就和他一起被提在 空中二致相遇 保罗全部都用过我们 所以是同一个经文 因为保罗不会 改变两次 又不会复活两次 又不会被提两次 是只会一次 所以这几个经文应验 是全部同一时间应验 同一时间应验 即是说 在什么时候呢 基督徒不再有死亡 已经没有再扭坏了 已经是死被得性贴灭 死被得性贴灭 因为在大灾难之中 基督徒是会被杀的 因为敌基督在 敌基督一天都在杀人 直到耶稣回来 用降临的荣光 将他废掉 而在《帖撒尼加》后书第二章 就讲到 我们讲到主的回来 和我们聚集到耶稣那里 就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会有很多人跌倒 来到反教 然后有大罪人 这个敌基督出现 然后耶稣用降临的荣光 说了两次降临的 在《帖撒尼加》后书第二章 说了两次降临 我们讲到主耶稣降临 和我们聚集到他那里 是要到主降临 用降临的荣光 将敌基督废掉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和耶稣聚集呢 就是耶稣降临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而敌基督是会杀人的 所以当基督徒不再死 是变为荣耳的身体 即是说敌基督已经 立即被耶稣废掉了 所以是在耶稣回来的那一阵 不是之前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诗经 很清楚 是不能去曲解 是很清楚的经文 所以这里讲到 仍是有灾祸的时候 仍是未被提 那你说死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就是主耶 我们下一次会讲第五号 第五号 只是伤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 所以跟我们无关 并且他们伤了之后 有五个月痛苦 想死也不能死 所以我们很明显地告诉他们 不过那时候 到底那些人是否拜了寿 有没有受了印记 他们没有耶稣的印记 到底他们还能不能得救 到时我们才知道 到底还有多少人 没有受过寿印记 因为圣经第三个天使宣告的时候 就说什么呢 凡是受过寿印记 拜过寿命 拜过寿的人 他们的份是在烧着的火壶里面 是他们不能再得救的 所以到时我们就求神去带领我们 哪些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 那些很明显地 已经给受了印记的人 他们是不会得救的 我们就在什么情况下 还有机会 我们求主带领我们 我很想说 这里说 总之灾前灾中 路前被提 都是没有圣经支持的 而基督徒 我也想重复说 就是说 不要觉得我们很惨 因为 在那时候 真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额外的能力 在那时候 神一定会去陪伴我们 因为祂会跟我们说话 为什么我们知道祂会跟我们说话 因为受逼拜的时候 你不用想什么 圣灵会亲自教你 即是你不用想 到时神就教你说的 你不用想 总之耶稣到时会教你 神跟我们的沟通很密切 也会教我们 如何逃避患难 祂不会叫那些基督徒 一声 一开始就已经被人杀清 不会的 祂一定会保护祂的子民 是有会被杀 但也有很多是会被保护的 所以 神是会保护我们 祂是有能力 在这个时候 祂会保守我们 所以 在这个时候 也是 试验的时候 那时候 真信耶稣的人 他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倚靠耶稣 因为再买不到食物 要受孕才可以买东西 那时候 只是倚靠耶稣 水后都没有水 那时候 那些水都变了血 很多都变了血 哪里有水供应呢 那时候 我们只能够倚靠神 什么都倚靠神 反而 能力更大 所以在这个试验和分辨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会 对于这个时候 是一个 有信心的时候 不惧怕的时候 而圣经是说到什么呢 说到这个敌基督 这个兽 是赐给他权柄 是谁赐呢 是神给他的 所有敌基督的时间 都是神给他的 所以神是掌管那个 神是掌管的时候 祂的目的 是要施行拯救 和彰显祂的荣耀 祂的目的 不是叫基督徒 输了 但是很多人 为什么会提倡灾前被提呢 他就觉得基督徒会很惨 没有理由要受这些困难 所以基督徒应该被提 但是其实 在灾难之中 基督徒更加 彰显神的荣耀 因为在今天 很多基督徒 就会 不是那么倚靠神 很多基督徒就会随意生活 但是到时候 你只有一个可能性 你每天去依靠神 因为根本 什么食物都没有了 什么食物都没有 那你怎么去 找食物呢 只有是依靠神 神带领我 去哪里找食物 或者我祈祷得到食物 或者如何得到安全 都全部是依靠神的 反而那时候 基督徒 就非常之有力了 是非常之有力 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 是一个我们期待的时候 有些人说 你不怕死吗 死我真的不怕 那些人说死的那些 他说 他都未曾 车都未撞完 他已经灵魂出来了 有些人说到他救了 他飞了出来 他接着听到车的撞声 一车一撞 他就已经飞了出来 譬如我们被人折磨 我们说 耶稣是折磨的灵魂 如果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远神的荣耀 到时候 他一直 不要出声 不要说耶稣 不准说耶稣 但是我们一直 说耶稣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 不怕 你打死我也不怕 他可能 他一斩下来 都未斩 正常的斩死 我灵魂已经出来了 所以 在我心里 我就说 不要紧的 有几大的苦楚 都是很短暂的 是我们 靠着耶稣 得胜 反而那个得胜 是我们从未试过 有的喜乐 平安 爱和能力 是一生人都未试过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反而是 我们 期望 看到神的工作 是很不正常的时候 我也相信 是总有时间 未到这个受 受孕期之前 我们有机会传福音的 那我希望大家 今天 你听到这些信息 我们都准备好 不用 不是等到那时候才准备 现在准备好 经常触着圣经的应许 圣经说的东西 我相信 我有能力 靠着耶稣得胜有余 求止给我们有盼望 大家想到这个末日的时候 你现在 害怕的程度有多少 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 跟我说 他说他很期望 他说 他说 那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 因为他说 那时候 很厉害 那时候很厉害 他听了我多说 他自己又看 真的觉得很厉害 那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那时候 是很特别的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念 行不行 会不会很害怕 人都会害怕 到时候真的会害怕 折磨是会害怕的 但是 我们说 神啊 你可以叫我受折磨 也不痛 也曾经有人被逼迫 他告诉我 这个受逼迫的国家 大家可以想象到 有些人来抓他 他走上楼上 他就在地上祈祷 然后那个兵走到他前面 为什么他不在 他在他的脚前 在祈祷 为什么他不在 他就走了 然后他就走到床 那里 用皮蓋着他 然后那些兵就走来 在床里摇下来 在他的床里摇下来 也摇不住他 为什么他不在 他又走了 他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还有 被人打也不痛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 神啊 我们总之 其实依靠神的人 我们在圣经看到 但以利他三个朋友 扔了他在火窑里面 他们都不怕火 但以利扔了他 狮子坑 他又不怕狮子 到时都会挺神奇的 扔了他在狮子坑 奉耶稣的名 狮子你要听话 那他真的听话了 那他就服在这里了 真的很彰显神的荣耀 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大家可不可以用这种心态 就算今天的困难一样 不是等到那时候 今天的困难一样 我们依靠耶稣 是凡是德性的 你越看得多 有些见证 大家越有信心 越有信心就是 我听了耶稣说 我现在听了耶稣说 我现在给神用 我现在神欢喜我 神喜悦我 提升我 我生命提升 这样才是一个 德性的人生 为什么呢 神做人的目的 就是我们荣耀祂 这是我们世上唯一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不是赚钱 赚钱只是一个 工具维持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目的 神做我们每一个 都是荣耀神的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说 我倚靠神 必然得性到底 我们一起起来祈祷 可以有吉他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神啊你充满慈爱 充满恩典 我们全心仰望你 倚靠你 我们生命在乎你 这个世界的历程 都是在神的手中 所有世上发生的事 都是神所掌管 即使敌基督 他有的权势 有的时间 都是神所掌管的 而神的目的 一定是荣耀神 圣传神的计划 求祢帮助我们 一无巨怕 当我们没有巨怕的时候 我们在这些平安的日子 我们就更加有力 其实现在都不是平安的日子 因为现在疫情都是很严重 影响了很多人 也都很难收科 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影响很大 一路扩展 求主耶稣你联盟 帮助我们得性有余 帮助我们不只是想 我们什么时候上班 我什么时候有多些钱 什么时候财政更加正常 当我们在想这些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困难 但一切都有神的供应 神你是掌权的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求主释放我们的灵 Oh Jesus Oh Jesus ad Jesus 我们主 我们主 Leleruia 耶稣 谢谢你 因为你是全能的王 全能的神 我们有你就救 求主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从你得力 不惧怕任何的情况 无论有什么事情 无论有什么健康的问题 有什么经济的困难 学业的困难 事业的困难 婚姻的困难 你总有出路 只要我们依靠你 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 你都愿意认错 向人认错 愿意去耀鼠人 神你就会一路化解 我们中间所有的困难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主要帮我们将生命献上 我们真的说 神啊 我们每一个人向神说 神啊 我愿意将我生命献上 我们每一个人 将生命献上 都能够被神大大使用 我们每一个人将生命献上 都可以被神更大的使用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耶稿着我都未远 火灵到我都未远 我依靠你 都永远 多谢天父求主帮我们 依靠耶稣如得力 从耶稣有喜乐平安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赞免天父 赞免天父 赞免天父